反贪会今天早上9点半压代涉嫌烂全贪污的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秘书长拿督 穆罕默阿里夫及两名儿子前往部城推市庭申请严扣 三人全程以衣服遮盖头部避开媒体的尽头 反贪会向推市申请将三人扣留住查到1月11号 初步调查穆罕默阿里夫自2010年出任州政府官员开始 滥用职权委任成包商供应商等从中获得利益 他的儿子则被指充当刨腿出面下城包商供应商等收售及收藏汇款 抵触2009年大麻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条文 一旦罪成可背叛监禁最高20年级罚款1万令吉或汇款的5倍 适合者为高 穆罕默阿里夫在2015年10月16号起初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的秘书长 云定在今年3月后退休 反贪会昨天在穆罕默阿里夫位于首邦市USJ的住家 扣押了大约300万令吉的现金与金条的同时 也查获多个名表和名牌手提袋 至于两名分别为30和35岁的儿子则在住查之后 被怀疑同谋犯案而落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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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